什麼? 組裝的指尖陀螺?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城市場 是這樣子的喔 我一直以為呢 指尖陀螺已經退遊行了耶 但是不對捏 最近怎麼還是有很多人在玩指尖陀螺啊 那身為一個YouTuber呢 就是要替你們挖掘你們沒有看過的事物 今天我就幫你們挖掘到了 積木的指尖陀螺 積木耶 這個是積木耶 我剛剛看到的時候啊 我心裡就想 積木廠商終於把腦筋動到指尖陀螺上了喔 那它的外表呢 大致上就是分這三種類 我就把它全買來了 來看看它們到底是搞什麼花樣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首先先來拆這一個 看起來最普通的一直是 還真的是積木耶 樂高積木的感覺喔 好 那我們就來動手組裝它吧 完成 長得跟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它中間捏的這個比想像中的還大很多耶 可以看到 構造其實 非常簡單 我覺得甚至呢 你用自己家裡 如果有樂高的話 自己也可以做得出來 不用特別另外買 好 這個就是第一樣啊 一直線的 轉起來的話我覺得 沒有很順耶 這個沒有很順 因為它中間沒有賠臉啦 它其實就是兩個積木把它夾著而已喔 下一個我們來裝這個 這包比較大包耶 這包裡面的東西好多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組裝第二個囉 完成 唉唷 這個比較大耶 很抽用的感覺喔 然後它的中間一樣是蠻粗的 我覺得跟剛剛那個比起來呢 這一個好像扎實許多耶 比較沉一點 比較重一點 轉起來比較順一點 不過這個系列呢 有點可惜 就是它沒有軸心沒有賠臉 你們有玩過樂高的積木的車子嗎 哈哈 就是這樣的一個構造喔 一個洞 一根棒子穿過去之後呢 旁邊兩個地方夾起來喔 然後就讓中間這邊轉 真的就是積木組合成的 指尖陀螺 而且 那麼大一個耶 這個也沒辦法做什麼特技吧 好 那我們現在完成這兩個呢 都還算人模人樣 接下來玩的這一個呢 長得就比較特別囉 接下來呢 是我們最後一樣囉 好 完成 完成 這個感覺比較有現代感喔 最後一樣 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步驟呢 就是我們玩紫尖陀螺都一定要的 計時喔 不知道為什麼這項傳統到底是由誰而起的 反正就是要計時一下 但是因為它沒有軸心沒有培鈴 我覺得撐不久啦 我覺得大概有個15秒就是極限了吧 哈哈哈哈 不要說15秒了 它連5秒都到不了 1 2 3 頂多3秒 極限了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是不是3個都是3秒喔 來 預備 開始 1 2 3 差不多 最後一個 長得最霸氣了這個 1 1 2 3 差不多耶 所以由此可知呢 這類型的積木紫尖陀螺呢 主要還是要讓你發揮你自己的想像力啦 自己動手做啊 然後 可以到達一個紓壓的感覺吧 有嗎 有紓壓嗎 自己動手做自己的紫尖陀螺的感覺啊 好不好 就是這樣啦 這個就是呢 我在目前的紫尖陀螺市場上 找到的我覺得還滿有噱頭的吧 就幫你們介紹到這邊 好啦 各位 今天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就聊樣子 See you